对待一切众生 要大慈大悲 第一个是慈心 第二个是悲心 怜悯一切众生 有慈悲心 才会不伤害众生 帮助众生 那么第三里面我们学习 不毁谤 于一切伐了 不毁谤 看到人做在握的事情 只是深黎明 不应该毁谤 不必去责备他 过人因苦 过人称当 在社会上应该是 隐物扬善 能带动社会 走向稳定 获悉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修行方法 如果是互相毁谤 社会就动乱 人跟人当中就不能和习 一点不可以毁谤 而第四个要求忍辱 第五个要不然力量 对于财色名利 要淡化 希望这些东西给我了一年 比一年远离 你的功夫就有进步 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离开 你是原地踏步 你的修行没有进展 这个东西张爱你 要晓得 那么第四个 对于世间一切法 不止住 知道 它是无常的 知道 它是生灭的 知道 它是得不到的 怎么知道世间法得不到呢 你想想你的身体 你能不能得到 身体得不到 身外之无 怎么会是自己的呢 人命无常啊 八十岁以上 就常常想到啊 明天可能就走了 也可能今天就走了 这世间一切万物 不再执着了 执着什么 阿弥陀佛要紧 分分秒秒记住 不念佛号啊 阿弥陀佛号啊 这才行 这是真的 不愚蓝 还是这样的 感觉 不能又说